这温家小姐与人私根一被抓住来了 大帅竟然要娶一个不结的女人 这真是我们全城百姓的耻辱啊 小姐咱别嫁了 他们陆家也身太身了吧 那要抬着棺材来接亲的 温小姐 这口棺材是本帅为自己准备的 都说夫妻同生共死 今日我陆明征提官来去乃是一片诚意 若是你温小姐觉得有任何委屈 大可以转身回头就此 不是谁都可以做我陆明征的女人 等等 我嫁 请夫人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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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环 我们走着去 加快小城 别耽误了及时 走 大帅这个时辰还没来吗 来什么呀 今儿大帅接亲 都是让人穿着丧服抬着棺材去的 这分明就是不想娶这个温小姐 这谁不知道 这温小姐 别的野男人狗血私奔 小姐 您别难过 大帅和你亲密竹马一起长大的 一定会相信你的 嗯 见过大帅 我一言 好久不见 颜艳 你怎么了 真哥哥 我爹姐说 你要出国 好多好多年才能回来 傻 学成归来 我一定回来娶你 真哥哥 你去吧 我会等你的 温言绝不会拖累你的 过来 过来 会玩墙吗 不会 来 拖下半期 开了这枪 不行 你放开我 是害怕 还是下无拒手 还是你觉得我陆明 真容得下这么一大 与马上 开枪 大帅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不是外面反的那样 从前不是一口 一个真哥哥的叫 怎么 我这才走了几年 你就忘记跟我们婚约 跟了别人吗 啊 真哥哥 我没有 李妍 乖 别哭 来 开了这枪 开了这枪 本身就相信你 开了这枪 我不能 你不会杀人 你不会杀人 好 那本帅今天就帮你上 他说 他救过我 到底是救过你 还是受过你 到底是救过你 还是受过你 救过你 真的 你治理治 大帅 我给你倒杯茶 过了 过了 我的意思是 给我 我们的爱 偏离了 像最后全都消失不见 是我不小心 扰碎了眼的光 还是你引力太长了 失去风向 大帅 李嘉的人 他们说是 让你把李渔清放了 不然的话 他们就要去见官 大帅 李光子他真的是好人 况且 李嘉在吴城 是数一数二的大胡 若是惹恼了李嘉 你会带来麻烦呢 你就是在威胁不犯 我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的 其实让你这么想 把事就当你去见他 大帅 看看 好好看看 我能非请你 你在胡说什么 胡小姐 你没事吧 对不起李公子 是我连累了你 没事 不关你的事 我明昭 我和胡小姐是清白的 很久没有人敢联名太性的教材 你与其他 找死 我看李公子真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也得不要刷验骨才知道 都给我出去 大帅 不要 大帅 不要 不要 老帅今天就当这窝囊废的灭 好好地 不要 不要 我 说不上爱别说话 就一点击话 说不上恨别就 假 大帅 你混蛋了 他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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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你呀 文帅想做什么 这 这 你 这 做什么 明昭 你还是人吧 他是你妻子 你也知道他是本帅的妻子 你可认识 吴言 既然选择跟了他 还想见给文帅 你怎么这么见 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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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言这个残话败流 怎么配上大帅呢 大帅现在都成了全程的笑话了 他怎么有俩跟大帅在一起 婚前夜奔 还被李家人抓住 要是我呀 早就羞愤撞死 你换个清白 您说的太对了 我跟大帅压根就不喜欢那个温九天 只是因为温路两家的这个婚约 是吧 如果说温小姐没了 那大帅是不是应该要迎娶方小姐您啊 对 大帅最喜欢方小姐 那当然了 对了 大帅呢 怎么还没来 他不知道我来了吗 大帅 大帅 我爹说你打生长苦辣了 怎么都不来找我 你不在青城 我可想你了 如果再让我听到你到处搬弄是非 本帅不介意让人将你的尸体送回跟你父亲 滚 吃饭 大帅 别动 别逼本帅在这上 我告诉你 今晚若是伺候好我 我就考虑放个礼物 看来你为了救他 还挺殷勤的吗 大帅不信 温言不想再解释 装模作妙 明明正 你轻点 放轻松 李玉琳是个废物 还能让你这么紧 走 我告诉你 别给本帅再冲上拿球 别人碰过的女人 本帅心还不得心 大帅大可以不碰我一眼 做本帅的妻子 还想为别的男人手上如玉 你觉得本帅会让你得逞吗 小姐 我们为什么不和大帅解释清楚啊 你和李公子只是被匪头子掳走 李公子顺手决定你 那可是青云山的土匪 所有被抓去的姑娘都被糟蹋了 若是传出去 定会以为我也 丢了帅府的脸 那我也只能投合 被传私奔 总好过 被传土匪 那你也不该和大帅这样走着呀 得想想法子才是 自从大帅出国留学 到后来领兵作战 我跟他已经有六年未曾见面了 过往的那些情分 恐怕他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当时这李公子 救了我 还平白遭受这无望之灾 听说李家 这几日也在找大帅要说吧 大帅还得靠着商路 往前先运物资呢 这要是闹翻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把李公子救出来 夫人你怎么到这地楼里来了 大帅命令你们放了李公子 这 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 我们夫人都亲自来了 还能有假 要不你自己去问大帅去 不不不不 我们这里犯人 犯人 我小姐 李公子你快走吧 那你保重 我爷 没有本帅的命令 你敢四次放了李玉清 我没有 大帅答应过我的 我只是 这是什么 你觉得李玉清顺着的女人 本帅上的很舒服吗 我跟李公子之间是清白的呀 清白的护准 若是清白 昨夜你为何没有落伙 大帅 我是所有的女子都有的 你相信我呀 够了 你为了护准的李玉清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温言 我老是不为出征 若我李家伤当 要与武器怎么办 我是为了你呀 我看你爸爸的本帅战死 我告诉你 本帅就是死了 也要把你一起陪葬 请坐 来人 请夫人入关 大帅 不要 本帅迟早都要进这个关子 怎么 夫人不愿意同本帅一起下黄泉是吗 如大帅真有万亿 万亿绝不渡火 可如今大帅提醒外面的流言 微言心又不甘 你这张嘴还真是火力片 还愣着做什么 需要不是要伤你们吗 我跟李公子真的没有私心 谁会爱人 妥妥这样才见你 罗雷冲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放我出去 罗雷冲 你放我出去 罗雷冲 我在天空花出 一层的灵魂 当我在明朗一次照耀星光 至少一次分我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我 你 我 你 你 书拿开 明正 你别那么大火气 我看那个叫温炎的 就不是斩神游的灯 昆前和李家少爷夜奔 害得你被全城耻笑 这种女人还是早日晨堂的好 闭嘴 我这是在为你着想 那个女人不死 那些人在背后不定怎么耻笑你 罗雷冲 你放我出去 走了 大帅 大帅 怎么回事 这说夫人病了 我请大夫过来看一下 大帅 那就去看 本帅还没玩够 她还不能死 刚才老夫人已经来过了 却说了你和李公子的事情 这让夫人被呼应罚柜呢 走了 大帅 大帅 求你洗洗洗好 我将军说出好话吧 将军他昨晚被关进光彩里 差点就没命了 反应还挂了高手 实在是不能在雨里跪着了 大帅 问是人命的啊 大帅 我去看 一会儿 我能够求他 有骨气 一天之无人是温暖 吹走我心里千次万次的遇到 明明终于解 一年有一年想靠近的街 你说 本帅今日要是在这上海 你求 还是一求 本帅多碰一只份剪刀 让小姐在这继续跪着 让这鱼子走 我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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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悔吗 会怀念吗 你对你都不痛不愿吧 不如就这样不想化 像这人情很尴尬 多勇吗 原来是心疼吗 我还没发生什么事 大帅要上战场了 刚才看见有人 叫大帅那口棺材给抬出去 小姐 你要是担心的话 要不去大帅留下来 让旁人去领兵去 家国为难 我被义不容辞 更何况他心悉天下 又怎会为了我而留下 大帅 你怎么来了 看来一时八会儿还死不了 本帅刚才还想着 若是你不行了 就把你装进棺材带走 等本帅死了 你我也好安葬在有处 大帅如此厌恶我 不嫌我死后 葬了你的地方吗 本帅就是要让你 跟那李玉清 生不同亲 死不同血 可惜我命运 一时半会死不了 大帅又等人 要掐死我吗 掐死 文帅还嫌脏了自己的手 他李玉清不过是个 连自己女人都护不住的窝囊分 他拿什么狠 而你 他独立好生个蛋 小姐 李公子在后门 想要见你一面 他来干什么 让人看见又是一场乌龟 不见了 李家因为李公子的事情 现在还还恨在心 听说这次接口 故意上落塌方 要往前线的物资运不过来 一大帅的性子 是不可能求李家人的 要不我们趁机去 求求李公子 那也只能这样 莫小姐 你在陆服口还好 没事吧 我没事 李公子 只是李家上路运输的事情 温言想冒昧地在请李公子帮帮忙 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陆明正把着我们李家在清城的生意 我们家里也不肯放婚姻的山路 双方如此相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想专一商量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法子 可以让双方各退一步 大叔 林公子 林公子 你这腿怎么样 把他带走 随军北上 是 大叔 林公子 放开我 你是要会彻底有妞里家的 你就这么心动大熊 我是为了你的 我这个老公 文帅不需要 带走李玉清 告诉李家的人 若再敢放肆 就让他随文帅 一起陪走 明正 你不该公私不分 一起勇士 把李公子带走随军人 算了小姐 算不算了 小姐 你的天上的妈可以快乐 这就是翁家小姐 就是她 上次让她逃跑了 这次可就没有那么信用了 带走吧 放开我们家小姐 我告诉你 我们小姐可是陆帅的夫人 要是她知道了 一定不会找我 你们 不 刘铭 刘铭铛 你放开我 我浪费 大帅 大帅不好了 拽不来人 夫人昨日回城路上 被青云山土匪抓走了 啊 与其现在绕过青云山 还来得及解救夫人 是 你 拽不 我 宿着 政的 傅 知道一个女人落在偷甩肘里 会是什么下场吗 她会死的 起车 刚又回头一步车 抢决 是 小美人 你没错 小美人 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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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帅 别动 大帅 属下知道你担心夫人 可大战在即 您不吃东西怎么行 拿走 大帅 老爷 不要嫁妇大爷 龙生放弃去救 你还很好吗 来了来了 王 明珊啊 你特在回来了 这一年时间 怎么又重了不少 夏大帅 你走的这一年多 夫人可担心你了 巫颜 夫人呢 大帅 你克三回来了 就你救救夫人吧 若日你的前辈 突被卢总 就再也没有 一点消息了 我还以为 我亲和温家 会派人去救他 赵凡山 不许去 老温言若还算裂性 此时早就投警 陆家也念他真裂 若是没死 你就算救他回来 他也只能陈好 你敢 明正 不是我容不下他 是这个世道容不下 一枚痴心等你这么多年 你也莫辜负了人家 我已经做主 帮你跟方家说了亲 挑个好日子 你们把亲事办了 赵凡山 到 清点人马 上天云山 是 连长 大帅 大帅 没找到 说 大帅饶命啊 大帅 我们全不知道 你要走谁赢啊 你们吃了雄心暴散 敢绑架我们夫人 一年前 被你们绑绑的温家小姐呢 大帅 我 我们真的没绑过 什么温家小姐 这棺材多烈 大帅 春野 我 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就趁他胆子 也不干嘛 大帅的女人了 还敢叫他 大帅 真是远我 大帅 这事 肯定有误会 跟我们春野真没关系 大帅 大帅 全部找过了 没有 大帅 今天怎么办 处理赶紧 进去找 大帅找面子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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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近日附近的毒匪都狡辩了 不曾找到夫人办理总心 近处找不到就跟我远处找 帮人百里 前程无事都去找 林哲 你是不是疯了 为了一个不真不竭的女人 你要把整个东南地鞋 脚的天分地固吗 方家比起温家差在哪了 一枚对你又是一心一意 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是 我跟你说话 你到底听也没有啊 母亲 温言到底是被谁弄走的 又是怎么被弄走的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质问你的母亲吗 事情我会长期 希望这件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被那个女人 鬼迷心窍啊 我看你被那个女人鬼迷心窍啊 我看你被那个女人鬼迷心窍啊 你这是心里没有你的女人而已 你这是心里没有你的女人而已 你这是心里没有你的女人 如果你记得被她的女人 你们才能处心窍啊 我叫我 你我する my head 我向一个女人 你去弄死我了 你去做什么 我这个女人 你都不ין你 你都不处心窍啊 你去招徒 你去换个女人 去换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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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换个女人 只要他还活着 我可以 你后悔了 关医生 大事要喝多了吗 我送他回去吧 这不太好了 没事 司机开过去 去路就到了 好吧 那就有劳 胖小姐 没事 走 慢点 慢点 小姐 设计的路是吗 不 去酒店 你想做什么 大事还喝多了 我帮你把衣服脱掉 大事还不需要 出去 大事 婚姻他早就不在了 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以后什么时候就跟您看看我呢 难道 你不是上一个才花伴流吗 我不想喝点 出去 你为什么找不到翁联的 他死了 他早就死了 根据余欢所说 属下已经找到了借助司马迹 当时冒充清云山土北的几个人 是清城的地匹 他们自从绑走夫人之后 就再也没有一点消息 你属下在想 不 属下在想 他们是不是受人指使 那几个地匹收了钱就远走宝贝 如果真是这样 恐怕夫人早就 给我找 绝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是 站住 不许去 明正 你和方小姐的婚事已经定下 她要找那个女人做什么 婚事 她若敢她若帅子算了 我就敢开枪打死她 母亲若不怕麻烦 敬 你 你敢 你是说敢不敢 伯母 大帅那边怎么样了 哎 还是不同意 以她的脾气真把她逼急了 我怕她真的对你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伯母 我是一定要嫁给大帅的 你要是真的不怕 我就做主 先让你进门 等怀上孩子 明正自然就会接受你了 谢谢伯母 好孩子 小姐 我前阵子像一个江湖郎中讨了一种秘药 只要用在大帅身上 你很快就能怀上孩子 真的 我就说嘛 她威胁能得到的 对 她怎么能比得上牛呢 她都被那群图死了 以后啊 你们才是帅伯伯人 嗯 大帅 当年绑走夫人的那几个人 就找路了 让他 带上来 大帅 当年就是她带人帮助了 其他人都死了 她被夫人打伤 捡回了一条命 说什么 大帅问你话呢 还不快说 那天确实帮走了您的夫人 但是不知道她哪里来的枪 打死我好几个兄弟 可打伤我的腿 死他现在人在哪 打死了我那几个兄弟之后 就就跑了 看方向应该是往 燕山埃去了 帅 训练报应燕山埃打发 听说死了十来个人 大帅 说 谁指使了你感动把帅的人 大帅 大帅 是是是方小姐 方小姐 大帅 饶命了大帅 我只是一世才迷心下来 投下去 大帅 老夫人马上安排方小姐进来 需不需要我去搅拌了他 不用 既然他这么想嫁了我 那本帅就成全他 大帅 这里就是所有他方事故 为人收敛的事故 只有这一句女事 无租说 跟夫人的身高连连都配得上 我只记得一颗热线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死 哪不可能死 大帅 害怕 夫人是驾养生贵的大小姐 若没有出事 她怎么会一年都不回府 而且温家连半点消息都没有 谁会甘愿 躲脱这样擦肩过 也要做一个 你们叫夫人的事故好生疏敛 带回去吧 过了 来天空华虫 地藏 能不能 让我再明朗 曾照耀星河 至少 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坷 别跑 我一生 少带回去 我 想起拥有过 哪怕 短暂快乐 留给 岁月 一抹 温柔的 嗓 本帅没有后悔 可我再来一次 本帅还是会起了 家国天下 没有国 哪来的家 你尽管恨我 代表出来死后 你我同胖和编 而你的心里 也不会再长得下别的男人 你 我 你尽管恨我 你尽管恨我 我算定让那些汉女之人 谢债谢债 我们以为今天真好看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来 拿下去 让厨房 把她杀了 您真的 今儿不知怎么的 我这右眼一直跳 您放心 温妍那种女人 大帅都能为了婚约取进门 更何况方小姐是您亲自挑选的 对 放心吧 大帅来了 明珍来了 明珍 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 坐在这里不合理法 你该喝一枚拜堂了 快来 方小姐 你买通土匪卢泽 我习温妍 害她死于非命 你认还是不认 大帅说什么呢 明明听不懂 再问一遍 大帅我冤枉 我真的没有 我最后问你一遍 说 明珍 明珍 你这车做的什么 明明是你的妻子 后来母亲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徐顺我心者 本帅绝不轻扰 你还不说吗 大帅 不要开枪 我只是想这种人如他亲伴 别别想要他心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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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晚安 吃饭了 我不是晚安 你认错人了 你放过我吧 晚安 你就是雪不乖 外面是很危险的 只有我能保护你啊 来 妈 妈 温妍 你长得有几分像晚安是你的福气 要不是我你早他妈死了 你要乖乖的 不是我你华 知道吗 我的孩子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婉婉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呀 你放心 等你把病治好了 我说带你去见他 我说带你去见他 表哥 你干嘛呢 这么久才出来 表哥 没事 你母亲的药王子 诊事了 反正我去拿给你 不行 我今天着急回去呢 反正你诊所越不远 先拿给我呗 那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去就会 好 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 难道是上次表哥 从国外弄回来的洋酒 好像是从卧室的方向出来的 这不会是我大嫂吧 可是大嫂两年前就难产去世了 可是大嫂两年前就难产去世了 难道这是 温小姐 温妍 温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温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整个青城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这怎么搞的 等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怎么样 好点没有 这怎么回事 是我哥干的吗 雨青 你怎么到这来了 哥 这怎么回事 她不是温小姐 为民生的妻子吗 为什么会刷个锁链 是啊 一年前她被土匪玷污了 我救了她 她受了些刺激 精神不太好 我就把她给拴起来了 别担心 但你也应该和温家 或者陆府说一声吧 一个深闺小姐 入了土匪窝 这世上呢还有她的逢生之地 不过 待在我这儿 你病之后啊 还可以重新干事 说得也是 好了 出去 把她好好休息 下回找我们 再打电影等我就好了 大帅 外面的林玉清公子想见您 让他哭了 可是 林公子说他是为了夫人的事情来的 让他进来 谢谢 有话快说 封明正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犯旧照的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是否还拿温言当作你的妻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 温言没有死 我知道他在哪 但我又告诉你 他 他清白不在 你还拿他当作你的妻子吗 他 你在哪 我发了情谨 三天后举行婚礼 会有很多人来祝福我们 到时候你要乖乖的 知道吗 知道 半年了 你要早上不听话 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我们结完婚 我们 我就把孩子借过来 我们一块生活 好不好 好 好 万万真乖 我们打一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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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麻烦帮我接陆帅府 您好 您找谁 广家 大帅呢 快叫大帅接电话 您 您是哪位 我是 喂 谁的电话 大帅 没有太清楚 好像是找您的 明天我去趟五城 一会儿有电话 九州我不在 都说了 您的军务繁忙的 哪有时间去五城呢 更何况 无常近日有些不太平 您要不改日再去 等不了那么多了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王万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非要我把你关在屋子里 锁起来才听话呢 你放过我 我不是婉婉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很快就回事了 老板 你生病了 你要吃药才不会好 知道吗 大帅 刚刚李晨英派人送来一份情节 需要请您过去喝杯清酒 李家人真是找死 老婆 他跟我走 做什么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去哪儿 老婆 你是不是疯了 那是温言 是陆明珠的妻子 你还要跟他结婚 还广发情谨 陆明珍知道了 是不会放过你的 听我的 现在就结束婚礼 打开把魏小姐送回陆府 李晴啊 你不懂 感情这件事情 两厢情愿就可以了 你在我说什么 温小姐对陆帅痴心一片 他怎么会甘心情愿嫁给你 看着吧 他最爱的人 是我 是 温小姐 你愿意嫁给你眼前这位李晴 你现实危机 无论贫穷富贵 都与他共同面对 携手败动 温言 你试着把这句话说完 下一颗子弹 你才会落到谁的身上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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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把我们夫妻俩 一起分入皇权吗 宝宝 你帮我求求大帅 让他成全我们好不好 求大帅成全 温言 我为了学你翻遍西南四周 你却一转身立家他人 你懂不懂什么是理义理智 你知不知道本帅一日不休期 你就一辈子是本帅的女人 如果你真的喜欢万万 他被罗祖电波的时候 你怎么不去救他 你懂个屁 本帅那是为了家国大义 好一个家国大义 那你就别想着 鱼和熊长兼得 本帅若是就要鱼熊长兼得 该当如何 大帅打死我 便由得大帅 温言 人家也算怪我吗 怪我当中没有救 你 和北平万千百姓我没得选 那就不选 是 不好意思各位 出上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本里继续 你最爱的人是谁呀 大帅 不对 你最爱的人是我 你最爱 李承鄞 我最爱 李承鄞 大帅 大帅 咱们今天就不应该走的 就应该打死那个李承鄞 把夫人抢回来 抢 可她不是物件 是我舍弃她才先 那咱们就让一个杨医生抢夺的夫人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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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姐是不是下了药 李承鄞 李承鄞 官医生给您帖来的帖子 说是官老爷六十大寿 又得问您刚成了积 看你来你才要回 我是金人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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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听话 我带你去秦城 去见你父亲 好吗 好 李兄 你可算是来了 我可得你追究了 观众客气了 冰尊六十大寿 我怎么都是要来的 师傅将来 这次我特意见了李兄来 是想让你帮我父亲看着 宽广医术不尽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练村病了 为什么应该早日同我说的 快带我去看看 宝宝 你先稍作休息 我去去就回 别带忠伤的愁笑 一道爱一场 是我不小心 都碎了夜的光 还是你又为他 成我失去走笑 别带忠伤的愁笑 一道爱一场 不要 林郑 你要去干什么 我要去杀了他 你别冲动 现在还不知道 李志明也对温言做了什么 你这样冲动指不开了他 温言 温言 林郑 不知道李承鄞给他下了什么药 现在除了李承鄞 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温言 别怕 洛书一定会救你的 表哥 表哥 听说你来青城赴宴 我母亲让我来接你 今日去家里歇息 也顺便要给他看看病 也好 要带婉婉去见姑母的 呃 李家还有点远 咱们坐车吧 洪博车 哎先生您好 三位李家大院 好好 停车 停车 这根本不是去离府的话 你们要干什么 搞废话 乖乖给我们上青山 让李家拿起来输一门 老哥 老哥 醒醒 老哥 大 你没事吧 什么 老娃呢 老娃呢 我们被星云山的流飞亭上了 他没跟我们关在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老娃呢 多了 多了 他还生在病 他会出事去的 大哥 大哥 你行正好 你放我出去吧 大哥 大哥 你稳定一点 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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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苗哥 苗小姐吃的药有没有代价 药 药 药 给我 大哥 大哥 你醒醒好 把这药给温小姐不用了 不然他出了事 你们一份出金也拿不到 成长 快点啊 回来不再玩了 你们好好带一下啊 等你们家人来赎你们吧 怎么样 精神控制了呀 不愿有一段时间 这李承鄞真是个疯子 再这样下去人会变成傻子的 强行阶段也有性命之外 我们也太太老了 什么 难道你眼睁睁让本帅看着他变成一个傻子吗 办法倒是有一个 如果有定神草做药引 我一定还你一个健健康康的文银 好 本帅这就让人去买 定神草不是普通的草药 存放时间越久 药效越好 短时间内我知道的 就只有方家有一处百年定神草 可是你把方云梅折磨得半死不活的 方家老先生到死都不会给你呢 那本事 只有请他到府上喝茶了 大帅将小女折磨成如此 还妄想方家能帮体验 方父是生意人 快挑衅吧 爽快 小女双腿被大帅所伤 如今生命囊起 下不去 只要大帅许个小女 保护自大 不可能 那就没得谈了 大帅就算打死 也绝不可能拿到药 大帅 舅夫人要紧 不过许个义太太吧 封锦 义梅啊 是我们陆家对不住你 你放心 以后母亲一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母亲 你们以后啊 一定会寄进服侍你的 夫君 答应你的事情做到 要 夫君莫及嘛 今晚 是我们的东方花主演 大帅 你打飞我一条腿 又不得不教我这个残疾取经吗 我还会和上你的孩子 我就是要你讨厌我 你一天都看得到 记住 那又怎么样 你不还是娶了我 还得跟我有夫妻之事否则 明天就会死 嗯 一天都看不见 我 你啊 你啊 我啊 人家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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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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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告诉新方的 再往何寸进去 就让他们等到你 帮你没收拾 是 大帅 方爷太请您一同去前厅用饭 走了 要在这儿了 收下的交给你 这你放心 不过明正 文言和那些土匪 是不是不清不楚暂且不说 现在还和李承宁同床共振 之前还和李玉清 不清不楚 如果你还跟他在一起 他会越来越天下人的笑容 天下人懂什么 别废话了 先把人给我救了 李承宁你给我听好了 乖乖切了这本格林书 大帅可以找你条狗 陆明正 原来是你搞的鬼啊 何林书 我是不会见的 晚文他永远都是我的 表哥 你冷静一点 那十股眼不是大嫂啊 闭嘴 你敢来和外人来算计我啊 陆明正 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把他睡了 你好好想想这一年多了 他是怎么在我怀里 闻传成婚的 我还多余的试试 你打死我试试 不要 你以为没有要务控制 闻言就能被你带走了吗 你任由他露出土匪摸 他恨你都没不起 要不你躲一躲 看他 闹着你是谁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了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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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爷爷你行吗 你从今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怎么回事 不是说就好了吗 好了是好的 心里能不能接受 就是留爱一部的事 你们留啊 我们先走了 爷爷 对不起 是我 是我为我不会 以后再也不会 大叔不嫌弃我眼脏了吗 爷爷 不是你想的那样 李承鄞在哪里 好久不见啊 我好想你啊 你呢 有没有想我呀 闭上你的狗嘴 哈哈哈哈 闻闻闻 你帮我求求大帅好不好 你帮我回家好不好 你事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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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真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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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此挑战 要关柔感 爱是两代 你求大帅放我跟他离开 他把你害到这天地里 你还要护着他 说是大帅不肯同意的话 那我也只有跟他一起去死了 我爷 你这是在把你的命威胁不帅吗 求大帅承认 何远 李玉清可以 和李承宁可以 救赎我路边真不可以是吗 我不会成全 接着就算你死 你是不乍的人 阿温言只能如大帅所愿 温言 你我们青梅竹马一起找他 你答应过要嫁给我 说过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能做到 你呢 好 我放你们走 但若是今日你出了这场门 你我夫妻二人 你可用我拥挤的我的好 你可用我拥挤的我的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 刚刚好 趁我们还没找 天涯海角 我也不是非要 去那座城堡 都说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已 自我嫁给大帅 大帅没有一颗信过温言 这夫妻不作也罢 更谈不上任何恩义了 走了 大帅 夫人只是不理解你的情意 输下去解释 站住 难道本帅 非他不可了 文文 我就知道 你是最爱我的 哈哈哈哈 李生云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文文文 这真是吃病的药 你好好吃药 明天我就让人 把孩子接过来 疼 爸爸 好了 孩子我给你带回来了 我们总算是团聚了 医生家里有个好可爱的小宝宝 又不是他轻生的 听说那个孩子 是那个女人和土匪生的野种 李生也还炸糊糊的 往自己偷偷戴拎帽子的 谁呀大晚上的 谁大晚上找你啊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那么吵 昨晚隔壁的王先生家出了命关 一下子都死光了 太吓人了 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了 咋面 这事该不会是李承鄞这个疯子做的吧 以后别在夫人面前说这种事情 再有下次 就别干了 是是是 老板 咱们的宝宝真可爱 还没给他取名字吧 等他大写再去 现在孩子回来了 我得找机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明天齐帅府前进满月 齐帅夫人产后一致身体不好 请我去复肠 咱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吧 好啊 也许明天就是个好机会了 那个就是被土匪玷污 抛弃陆帅 又转嫁了一生 还剩下一个野主的女人 可不是吗 要是我 早就一头撞死 丢雷 别再说些 都是陆明生的错 不外面 陆拉帝 听说你府上的方毅太也怀孕了 你这喜酒也快了 齐帅 勾贺喜极先进 李医生 同喜同喜 诶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爱琪 还有我们的孩子 也才几个月的 李医生 你这速度可比我快呀 诶 对了 今天正好帮我 监定看看身体呗 应该的 好 慢慢 我去去就会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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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难怪你如此护人的李承鄞 原来是和他连孽种都有了 他不是孽种 明正 这是你的孩子 我费尽心力 好不容易才生下来的 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你我还从未合理 他不是孽种是什么 那要问问大帅了 一年前我身陷淋雨的时候 大帅在做什么 我落在李承鄞的手里 或落在土匪的手里 又有什么区别吗 在大帅的眼里 我温言 就是个不感不尽的贱人 等等 是他逼迫你了对吗 不重要 世人容不下温言 大帅更容不下 如今大帅 心欢在策 你何必管我呢 不重要 孩子 对不起 母亲回不去 只有离开了你的父亲 他才不会被世人指着 没有我 他也过得很可 还是现在遗忘 我都不敢去想 只要还是不要 跟你会归不得很快 陆文明正 你把我来躺哪儿去了 李承鄞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样跟本帅说话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现在是我的妻子 请你把他交出来 李医生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刚刚陆帅一直在这里 怎么可能藏你妻子呀 你们几个 有没有看到李医生的夫人呢 李夫人说家里有急事 带着孩子先回家了 温言 你以为我会这么笨 让你轻轻松松就离开我吗 小娘子 别跑呀 别跑呀 别跑了 别跑了 把他们回来了 大叔 师父 是我小心 我说话 哪有良家妇女 大晚上还在被溜达呢 这分明 就想溜达男人吗 没有 我已经嫁人了 我丈夫很快就来找我了 也就喜欢嫁人生子少妇 狗味 你丈夫来了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得看着哥俩玩你呀 啊 小妹子 别怕 一会就让你爽了 臭小子 你敢坏我好事 别以为你穿上军装 就是个将军了 就是个将军了 大爷上面 小的油烟不是菜山 小的干死 小的干死 大爷上面 大爷上面 小的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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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 hamb rented 我 好惺 我这没有女人的衣服 以前凑不穿 明日不让你送回 谢谢 温宴明日就走 不会让人说情话 飘零的眼 遮住你眼睛 大帅 文艺恩 你以为你是谁 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吧 大帅 你我之间早就没有可能了 好 既然你拥做不成夫妻 就做不成季下球吧 走 大帅 大帅 您终于回来了 我要盼您路上 这 夫 夫人 她不是夫人 她只是一个下人 是 大帅 大帅 你怎么来了 大帅 你不会要让这个人尽可福的女人 做Chef的当家主母吧 老干 老汇方 以后没有我的女婿 大 是 老汇 路运症 你以为将文艺关键府中藏起来就不会被人知道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小姐 在外头你一定吃了好多苦 都瘦了好多 有了这个孩子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就是李承鄞的孩子吗 现在外头啊都传风了 是云环说错了 主要是小姐的孩子 云环一定视为己出 这是大帅的孩子 既然是大帅的孩子 那我们何以和大帅直说呀 大帅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现在的名声如此 只会拖累大帅和这个孩子 我会找个地方偷偷将孩子抚养长大 纵使没有荣华富贵 也能让他日后堂堂正正地行走于这天地间 小姐 为什么这世道如此的不公 明明都是男人犯的错 需要我们来承担这个罪名 怎么会这样 孩子怎么会吐血 云环 你快去找个大夫过来 好 帮你慌张的事去做什么 老夫人 小少爷病了 我去请大夫 什么小少爷 李承鄞的孽种 就该去死 不许去 小姐 母亲 求您看去请大夫过来吧 真的不能再等了 母亲也是你配教的 你如此水性洋花 竟还有脸进我老家门 老夫人 只要您大慈大悲请大夫过来 我也立马就走 绝不悟了帅父的名声 走 你的存在只会毁了帅父 来人 把他拖下去 陈堂 不要 老夫人 不要 放开我 大叔 阿哥没有拦住 你要怎么法律我都可以 求您去救救小姐吧 小姐要被人陈堂了 老夫人 文言可以死 只求您能请大夫来救救孩子 还想让我救那个孽种 没门 老夫人 那可是大帅的孩子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就算是他有你这么个母亲 也是我陆府的耻辱 愣着干什么 老夫人 你笑笑我 就算 我不能死 孩子还等着我去救他 孩子 是母亲过好 母亲连累你了 我看哪个不怕死的 敢将他陈堂 今日之事 是谁动的手 敢对帅府当家主母动手 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我的意思 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 怎配做帅府的当家主母 母亲也知道这是帅府 又怎敢做我的主 动我的人 我是你母亲 你敢忤逆我 我看母亲还是先回老宅 一养天年吧 别把手扔得太长了 还有你们 今后谁要是再敢听老夫人的命令 插手后院 我一个不留 是 你 你 医生 孩子怎么样了 这李承鄞真是个疯子 竟然对自己的孩子用药 你还跟着他 管医生 请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他不是李承鄞的孩子 这是明征的孩子 若真的是这样 你大可以告诉明征 解决一个李承鄞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李承鄞在吴城的人脉很广 人人都说他医者人心 都是大帅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他 背地里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 况且 李承鄞他就是个疯子 私底下杀人放火 他什么都敢做 事前很是棘手 孩子还小 恐怕 也只有先找到李承鄞再说了 难怪他会这么轻易地就将孩子给了我 管医生 请你想想办法控制住孩子的病情 李承鄞那边 我会想办法让他治好孩子 你来干什么 我们方医太身体不舒服 请关医生过去瞧瞧 我们夫人刚刚收到击吓还没看呢 哪能得上他 什么夫人 破鞋罢了 我们方医太怀的可是大帅的肿 等孩子生下来 方医太才是帅府的当家夫人 关医生 请你先帮忙看着孩子 方医太那边 我会让云环再去请个大夫过去的 关医生 您还是去方医太那看看吧 这也是大帅的意思 毕竟这个孩子也不是大帅的亲儿子 大帅说了 这个孽种啊 死了才好 这样 我先去方医眉的看医 孩子的情况暂时是稳定住 回去不时再回来用药 孩子 母亲一定会救你的 不怕 不怕 医生很快就回来了 云环去洗关医生 怎么还不回来 这么晚了 孩子都开始发烧了 关医 大帅 关医生呢 关医生让他回去了 那怎么行 孩子的药还没开呢 你就这么在意这个孽种吧 他就不该存在 大帅 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 婚姻 只要你愿意 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 只要这个孩子消失 婚姻还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不会再有人耻笑你了 天下人笑 我就让他们笑 当年我被土匪路走 你就该知道 你有我的情绪 我跟孩子就是你的耻辱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当时就应该死掉 做你陆家的真结恋父啊 婚姻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能活着 一辈子的气血没有到 阎王爷也带不走你 但在这儿盖死的事呢 我母亲 陆家祖老 他们要是再来找你怎么办 万一我还笑上回呀回不来 谁能保得住你 就算没有这个孩子 我难道就不是他们口中的破鞋当副了吗 只要我杀了李承鄞 这些事迟早会带下来 不会再有人敢提起来 只关我说 这个孩子是你 你还会想杀了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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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为了你 因为你 只为你 我可以 大帅 我们合理吧 把孩子送到李承鄞的手上 把孩子送到李承鄞的手上 可这是大帅的孩子啊 别问了 赶紧去坐 温小姐 大帅和方怡太在前厅用饭 大帅叫您过去四号 好 我知道了 我这肚子自从怀孕以后就皮得很 姐姐来跟我捏捏肩吧 你 你 那么重干吗 想捏死我吗 没用的东西 我没有用力 还敢顶嘴 大帅 我肚子里怀的 可是你唯一的亲骨肉啊 那以后就让他伺候你 我到底在难过时 不是你绝对这份感情 不抱你期待吗 真姐 你 做什么 我做什么 陆明正怎么对我的 我不会恒给你一点点罢了 温小姐 你又什么可金贵的 让大帅对你如此之心打点 你一个残话败流 凭什么跟我招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不明白没关系 你招过陆明正 陆明正就折磨我 我再一点一点的还给你 这很公平 我费了一条腿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到底想干什么 哼 我知道 你让云怀 把孩子偷偷送出去 你是不是很想找到孩子 回到你陈明身边 我承诚你怎么样 噓 你什么意思 孟小姐 这里已经出了新城了 你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无城的方向了 那好这位置 我 这 这 这 你 温言 你就这么想着 回到李承衍中边吧 我必须回去 李明璋 就当是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放过你 难道就像方亦没所做 我只有打断你的腿 你才能乖乖地待在我身边吗 嗯 带走 为什么要逃 为什么你这么快就忘记我们的誓言 为什么你可以和李承衍结婚生子 和李玉琳私奔 就是不可待在我身边 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大叔 文言 你就非逼本帅是我做吗 如果留不住你的心 我让也可以 安然 带夫人下去休息 什么样了 小姐都冰了两天了 连一点药都不肯吃 清日成喜 还有一些发烧 她要是不肯喝 就给她灌下来 不成啊 小姐连大夫也不愿意看的 我说 李承宇又过来闹事了 说你抢占名气 你快去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 我与爱妻一个月前刚成见 可她帅夫仗势妻人 竟在齐帅夫晚宴当日强行带走我妻 还请众位 替我评评你 大帅 咱们都知道 您和温家的那个女人早就没有关系 其中肯定有误会 是啊 那样的女人怎么配做您的妻子 不过 现在弃夫令嫁也是有的 大帅 您留着那样的女人 只会败坏家风啊 是啊 就是 李承宇 你这是自己找上门来送死的 大帅想要杀我肯定的女人 不过就怕我死后 我以后会陪着我一起死 许奇 这个才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啊 那你就试试看 看你能不能 本帅手里抢走本帅的人 那就看大帅在不在乎陆家的百年生育 以及 在布下心中的微信 本帅今日把话放在这儿 本帅从未合理 帅夫竹目仍是温家大小姐温言 我夫人 你这李承宇 连一只婚书都没 怎么就算成亲了 大帅 你糊涂啊 那个女人已经和别的男人生了小孩 就算成亲不作数 那也应当进出笼的 就是啊 恩帅的家事 何时轮到你们这些万人智慧 送客 我现在出门都不敢说是陆帅府的人了 太丢脸了 外面那些人说话太难听了 没办法 谁让咱们摊上这么水性洋花的竹目 也不知道大帅是怎么想的 本来取他进门外面就议论纷纷的 现在还 我看大帅在人前都抬不起头来了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要是让大帅知道你们一伦竹目 被打死你们不可 敬怀 算了 他们也没说错什么 小姐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在乱叫舌根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还是先要受好身子为重啊 李承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留在帅府越久 事情就越麻烦 那你怎么办啊 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李承宇的真面目 让他治好孩子 我才能彻底脱身 我必须回到李承宇的身边去 你来坐手 当然是来看姐姐 顺便看看 姐姐喜不喜欢我送的礼物 这里不欢迎 薇言 我就是喜欢看你 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毁掉陆明珍的 你说 要是让陆明珍看到 你在他的地盘上 和别的男人住在一起 他会被疯掉 你又想做什么 救命啊 一会 你要干什么 上嘴 给我喝了什么 都是好东西的爸爸 一会儿呀 你就会坏坏地死去过来的 快点点啊 你看冒着风险呢 放心 放心 你打 你不能再打了 我不知道 你冷静点 童夜还不能死 手里钻着你那儿 先看威严 现在威严下了什么药还不知道 别问事 竟敢对一个女人做如此手段 她快死的时候是我救了她 她本该就是我的 这是你小子的我的玩玩 你那个连自己妻子的护不住的窝囊费 你有什么资格捉我 我先把人问了 你们也是很怕 我都会送这些药花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们要无悔理想 和靠近回途的光 这把饭上的身体的缘 不娘忍不出 和你的末想 我又做这样的梦呢 梦到你在我身边 要是梦梦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 还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 这不是梦吗 睡觉 别乱动 头还伤着呢 大帅 怎么 看到我伤着呢 是吗 我 要不 要不乱 我什么也别说了 只会一会 也要知道 我都会伤着呢 随便的 我都会伤着呢 李承鄞有没有 我怎么会伤着呢 但我还可 怎么会伤着呢 以后不会伤着呢 我说你 你能不杀李承鄞 我本帅不杀 我知道 如果你是心肝情愿的话 今日他就不会对你下药 是因为孩子吧 他囚禁了你一年 逼你生下孩子 对吗 大帅做不到事如己说 让他带着孩子离开这儿 是我最大的让步 不错 我一定会伤他 大帅 杀人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得合理 大帅真的跟这个女人合理了 是啊 咱们大帅算是好的了 他给那个女人 在城东安排了一套小洋房住着 以后啊 两家就没有瓜葛了 我就说嘛 大帅怎么 真的会跟这种女人交在一起 就是 这个女人一走 咱们两家的女人 是不是就希望跟大帅 拍张亲戚了 就可能了 喂 喂 喂 你们说到那个洋房 在城东哪个地方 城东五里街啊 嗯 陆明正 你是最不够我的 满满永远都是我的 多谢 爸爸 我就知道你会想办法 离开陆明正的 你舍不掉我和孩子 对不对 李承鄞 你可以拿孩子威胁我 但是我不会跟你回吴城的 你也别想逼我吃那些 奇奇怪怪的药 另外 若是你伤害到孩子 我就跟你于死往祸 爸爸 你不要生气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不然又先把孩子接过来 我们一家 就又团聚了 母亲 大帅 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一梅啊 明正要起新期了 城里听闻明正和离 许多人家都送了耕铁来 想跟陆府结亲 母亲想着你跟城里各家小姐相熟 帮母亲看看哪个好 母亲 魏妍她已经不在了 再说了我还怀着孩子呢 我才是陆家 立雷 你身体不好好好养胎 陆家这么大的家业 你管不过来的 明正你说呢 我说是为 方议她 李医生 你以后这些活 那这让我来干吧 要了 我自己来就行 那怎么行啊 这就要是让我让妻子到家 会做我的 孩子怎么样了 老板 别紧张 孩子最近都不会有问题了 只要她按时吃我配的药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药 那就好 老板 你这个家伙不当老师 我给你换个贴心的来照顾你 你胡说什么呀 约怀是最贴心的 难道你想找人监视我 没有 没有 婉婉 李医生 你怎么这么晚才休息啊 你怎么在这儿 李医生 李医生 我们家小姐有什么好的 你们都为她生婚颠倒 她不过是个破学 连房间都不让你进 我可以照顾你的 李医生 我再说最后一遍 滚出去 让你家小姐知道 让她知道又怎么样 你觉得她是信你 还是信我 我劝你识相的话 我劝你识相的话 最好现在就滚出去 不让她看 她的结订 虞华 去帮我倒杯茶吧 真可惜 李医生 帮我下次再来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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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 你爱的人是杨婉 可我是温颜啊 闭嘴 你以前很爱我的 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陆明正让你变了心 好 我去杀了他 杀了他们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李承鄞,你是不是瘋了? 你是不是瘋了? 為什麼這麼快? 為什麼要忽膩我? 我們金家人在世,有什麼不好? 我知道你們以前非常安安 但是他都去世這麼久了 你應該看開一點,早點接受這個事實 他沒有死 我都好好的,我們說不定把孩子生下來了 表哥 當年是你為大草千字節省的 我知道你自責 但那時以外跟你沒有關係 廢罪 與其 我真不搞你 你要是再胡說八道 你別逼我 啊 你咋就知道你有病了是不是? 啊 走 走 過去看醫生 我沒病 李玉清 我警告你收過現實 這拆散我和王王的人 都得死 我知道你們以前非常安安 但是他的劇事這麼久了 你應該看開一點,早點接受這個事實 他沒有死 好好的,好好的,我們說不定把孩子生下來了 表哥 當年是你為大草千字節省的 我知道你自責 但那時以外跟你沒有關係 廢罪 你不及 我真不搞你 要是再胡說八道 你別逼我 你早就知道你有病了是不是 啊 走 走 過去看醫生 我沒病 李玉清 我警告你收過現實 這拆散我和王王的人 都得死 大帥 聽管家說你有事找我 薇言他現在有危險 李承鄉已經瘋了 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 你要說的就是這件事 他可是你妻子 你難道要再一次不管他的死活 他已從本下婚禮 他非要選擇那個成年 如今他的死活 又會殺何干的 可是 他肯定是有苦人的 就這麼不相信你的整天人嗎 李公子 李公子 大家都知道 你和溫小姐 情情有一段情 可是你要是喜歡那種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自己去救 別壞了我大帥府的民手 閉嘴 閉嘴 大帥 我和溫小姐之間清清白白 一年前我和她一起被土匪抚架 我腳行帶她重度逃脱 這才讓她免遭厄运 沒想到竟被大帥懷一致 李公子可真能編啊 當初滿城風言風語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呢 懂什麼 一個女人跟土匪沾上的關係 誰還能相信她的情敗 我當時之所以不說 就是怕造成如今的局面 你出去 你出去 好 你不管她 那我還管她 大帥 您別生氣 慕嚴現在 跟我們說匪勁沒有任何關係了 而我 會為你生下一個 可愛又健康的寶寶 過幾日齊帥府夜宴 不能說許她無常 我現在是帥府的當家主母 我也要許 所以 大帥 你還是忘不了那個賤人 我一定會除掉他 這樣你才會永遠真數 好嗎 我好想你啊 今天是我嫂子的季日 當年我嫂子難纏 李承鄞沒能救到她 所以這些年 她一直很自私很痛苦 本來以為時間久了 她就能走出來 沒想到現在病得越來越嚴重 好好照顧自己 我很感激她當初救了我 若不是她 我跟孩子早就葬身山谷了 但她若還是執迷不悟的話 最後遭報應的 只會是她自己 別讓我擔心 李承鄞 你把她帶到這兒來做什麼 小哥 我這事為你好 你清醒一點好不好 嫂子她就埋在這裡 你真的能把另外一個女人 當作她嗎 你這樣對待幾大嫂嗎 莉莎 你說這是什麼 她就不要死了 她沒人死了 你清醒一點 老闆 莫小姐 老闆 莫小姐 醒醒 你對她做什麼 你要再以為這些手段繼續折磨她 她會死的 你難道想讓她落得和大嫂一樣的下場嗎 你才胡說些什麼 都是陸民生的錯 我把她帶回的時候 她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她在陸服陸民生 就沒有好好對待過她 她要是早點聽我的話 她怎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你什麼意思 你不是醫生嗎 你揍她呀 月星 她的是你最多還能成一名 我想得很清楚了 這一年的時間 誰都比想拆散我們 到時間到了 我正陪她一起死 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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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怎麼樣 沒事 你們剛剛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李承宜 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情 以後你說什麼我都聽你的 什麼事情 你幫我治好孩子 我就乖乖地做你的婉婉 不然的話 我就把你的真面目揭穿 讓你以後的日子只能在牢裡過火 我很好奇 你都接受我什麼職位嗎 王太太一家是你傻的嗎 你那天用的凶器穿的衣服我全部都找到了 我看到 你也被雲環那天去你的國間 真的是勾人 你的東西不見了 你難道沒有發現嗎 好 王太太 大養你 表哥 你是個醫生啊 你為什麼要殺人 以前你不要管 當我兩人都不在啊你就走 但是孩子走得越遠越好 最好是出國去 王太太 孩子的身體你不用擔心 我會知道的 以後我們回屋城好好生活 只好明日起床回晚宴 我帶你去才能信 知道 怎麼開了車 大帥 是李沈夷 幹什麼 開車不長眼嗎 我當是誰嗎 還真是你 怎麼 大帥不會還不死心吧 你逆上你的狗嘴 信盡狼就想瘋了你 你絕對不盡年紀的狗 說我可以 說我可以 說我太沒回家 我勸你去死 林沈夷 你真當老子不敢 阿爺別計較了 我們回家吧 我們回家吧 趙副官 我太太大了 不跟你心想 好色美食 夠了 夠了 一圈圈圓圓圓 我認真 將心事都封存 你你媽媽是我的自尊 就該一次次離開 我承認 曾端向我永恆 可惜從沒人對我眼睛 我啊 我女生她不愛你 叫她怎麼會在你大婚之日 對你百般無數 我怎麼會在你陷入危難之時 我心裡就不顧 你離開她是正確的 你剛剛是不是想殺了早還是 我累了 你回屋吧 媽媽 今晚我們一起休息吧 我跟楊婉 真的長得很像嗎 你真的能夠 完完全全地把我當作是她嗎 明日還要準備去齊樹夫的晚宴 希望你怎麼會休息 希望你怎麼會休息 陸帥來了 陸帥還真把方一枚這個殘廢 陸帥當主母了 陸帥真是情深意重啊 不過我聽說啊 陸帥其實喜歡方小姐的 不過之前 獲與溫路兩家的婚約 這才不得已 去個之前命啊 喲 姐姐也在呢 哦不對 現在應該叫李夫為了 我們去那邊休息 叫的還真親熱呢 大帥 你也算是 全一位有情人 黃人的夫妻要說 對女人 哦 聽大帥 狐狐狸精盈的來參加齊帥府的晚宴啊 真是不成體統 都說啊 溫家 書相識家 養出來個這麼不值廉恥的東西 不說給陸帥府招黑 現在又勾搭成李醫生 溫妍 我本來都打算犯過你了 沒想到 你跟魂不散 聽不到你再說 你來大帥府 不就是想見大帥嗎 可惜大帥 根本就不喜歡你 當初你被土匪綁走 他本可以救你的 但是他沒有 他從來就沒在乎過你 我跟大帥早就已經合理了 他如何 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還不夠 我要你徹底消失 什麼回事 大帥 姐姐他好惡毒 他想推倒我 想傷害我們的孩子 我沒有 明明是你 閉嘴溫妍 李本發的人與提點 你該親信這次在騎帥 否則 本帥定不侵擾 你剛剛一直都在這裡 是不是 你明明全都看見了 你 本帥看見了又如何 我的小心 你我早也沒有關係 你何以見得本帥會護著你呢 漢山 我幫你看下去 你能讓我看見 是 吻顏 吻顏 你吹過的晚風 那我們算不算想要 和我們驚醒 我能讓我驚醒 我能讓我悔恐 我能讓你驚醒 我能讓我悔恐 我能讓你驚醒 我能讓我悔恐 我能讓我悔恐 我能讓你驚醒 李太太 作为目击者 请问您还记得当时在阳台上是谁 和吴小姐在一起 她什么也没看见 现在她回去休息 是是是 陆帅 听说当时您也在现场 不知道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事发太突然 我没看清楚 好像 是个男的 谢谢陆帅 拜拜 你没事吧 是我呀 阿姨 没想到啊 我现在我带她去旁边休息 好的 走 不管有事情 不要过 人是你杀了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忘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 我不允许他们说你半句不好 刘承宏 你疯了是不是 走 跟我去看医生 走 我没疯 所有的人都询问过 今天晚上和吴小姐说过话的男人 只有你们两个 可以肯定 凶手就在你们二人之间 没有啊 我没有 我真的冤枉 可是 我好像看到 李医生也同吴小姐说过话来着 凶手也不可能是他 李医生妙手人心 就算他等吴小姐说过话 凶手也不可能是他 你本帅看 凶手就在这两个人之间 是啊是啊 李医生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本帅觉得 不管李医生是否是被冤枉的 都应该去寻谋房接受调查 以免有人说你齐帅偏思 李医生 李医生 这 齐帅不必担心 既然如此 我是应该配合调查 陆帅说得很对 完了 这几天暂时不能在家陪你了 别担心 等事情调查清楚 我说 我就回去 黎医生 请吧 你告知这白天爱着只能陪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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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爱着只能陪伴的 我限连续復 真相陪伴的 你告知这白天爱着只能陪伴的 我限违伴的 mesmo 大帅还是往前看吧 救人救世 只会成为拖累 我学吧 你学吧 小姐 云华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大帅保护着我 李晨英找不到我的 云华 谢谢你 孩子有救了 孩子终于有救了 小姐 等李晨英治好孩子 我们就可以把证据交上去 到时候 你就可以和大帅一起 云华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我去找大帅 等等 我要告诉任何人 我的身体 这么留意的救命 大帅 云华该走了 云华就暂且麻烦大帅了 云华 李晨英 李晨英在七川宴上杀了人 总有一天他会害了你的 大帅放心 等李晨英治好孩子 我会亲手了结了他的罪名 文言 李晨英说过 不管发生什么 都有本帅在前面替你担着 大帅是因为愧疚吗 因为当初没救我 因为觉得我是被李晨英 强迫才落得这般下着 大帅对我 可有真情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赵华赵华 走到小姐回家 不必再煎熬 莫小姐 你可以愿大帅当初不救你 也可以愿大帅当年才帅不对你不好 可大帅 心里的的确确只装着你了 你看 连你也看错了 大帅从前常说 等战争结束后 第一件事就娶你回家 可他大胜而归 却得知你在新婚之夜 与他人勾携私奔 大帅从未嫌弃你的不解 他只是和你心里装着别人 他现在娇气美气在侧 没有我 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大帅根本就没有碰过 若不是为了你 像方一门那样心狠手辣的女人 大帅看一眼都嫌脏 又怎会娶她进门 以我现在这样的名声 你觉得我和大帅 还可能有任何的关系吗 我 我真是不希望你误会大帅 让大帅不快 我和大帅自由相识 朝夕相处数十载 可惜世事无常 有些误误 一辈子不前开赛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 你大可不必为难 找半辈 我出国的人爱睡 谈体会 做得不胜致 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 可然是现在感情太昂贵 妈妈 回来了 阿姨 你快看看孩子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一直哭个不停 不哭不哭 爸爸回来了 妈妈 你担心 我还以为是孩子的身体用 阿姨 孩子还太小 身体经不起折腾 你能不能放过他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孩子现在只需要多花些时间去调理就好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上次你说 等孩子大一些就让李绿青带他出国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过些日子就送他去吧 听闻外面现在战火四起 这屋城终归也不是安稳之地 我担心 我担心 听你的 只是暂时我还接受调查 走不了 让李绿青带孩子走 等我这边处理好了 咱俩也去过外避一避 嗯 李绿青带孩子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等过段时间我们往往收到这些事情 我就带着我们去找你 好 等那边安排好 就给我们写写 放心吧 这里风打 你们先回去吧 老板 我们先回去吧 等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小孩子了 走 小哥 船要开了 赶快上船吧 好 谢了 今日不走了 温小姐 当天您是到了军下 没能好好问 只能今日灯门打扰我 无妨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问我 吴小姐最老的时候 您当时有没有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 比如 正常 求救 或者摩擦碰撞起来的 当时因为受到惊吓 我确实是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那您和您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您先生跟吴小姐之间也会接触吗 我们的关系 很好 吴小姐 应该是不认识 那天夜宴的时候 听说吴小姐在您背后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您和之前 祝您隔壁的王先生一家 关系如何 不太熟 那王先生一家遇害的时候 您和李医生在一起吗 那天 我不记得了 行 那就先不打扰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转一下 谢谢啊 不麻烦 吴小姐的事情 你们可以去问一问陆帅 我们哪敢去问陆帅 去看看吧 陆帅知道的应该比我多 好 那就告辞了 告诉你 刚刚寻补大人过来问我一些事情 我知道 我全都听见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 是 我家晚饭最听话了 我有些累了 我先去休息了 我早就知道你要过后拆桥了 爸 没关系 爸爸 我们迟早都会死的 你说 看见你的尸体 我们真会怎么想呢 大帅 李公子长 何事 当然是孩子的事情 你把李承鄞那个孽种抱过来做什么 孽种倒是叫得点顺口 可惜这孩子 是大帅的孽种 陆明正 你以为温阳波忠明去保护的是谁的孩子 要我看 你根本不会当着孩子的父亲 你是说 这是本帅的孩子 你 你也不想要我 你也不想要他 我看你 你不想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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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他在李成平那里 不暂时投不了身 过几日子再找机会离开 车还事 到 备车 去找李成英 是 小哥 小哥 没人 难道是出去 怎么回事 住在这里人呢 先生把那太太出去了 太太受伤了 不 不 你真好看 就像当时我娶你的时候一样 没怕 没有伤到要害 我下手很有分寸的 娃娃 我们早晚都会死的 与其看着你日后饱受病毒沉默而死 不说 我亲手了解你 就像当初一样 你亲手杀了杨婉 这不能怪我 娃娃 你太痛苦了 孩子出不来 我这么爱你 我怎么舍得干着你那么痛苦了 我只能 我 我只能帮你解脱 李成英 你这个讽刺畜生 你根本就不懂我 娃娃 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 她们都在说你不好 我不允许她们那样说 所以她们就都该死了 李成英 你这时候之前救过那么多人也救了我 你现在却用她来杀人 等以后到了地下你 让我还要怎么看你 闭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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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是在保护你啊 你为什么不乖乖听话呢 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得不懂她 踏入你这么也别想 住手 别过来 你招刺 退后 退后 你 我给她 我放开她 把枪放下 撞下 放 万万 你不是想知道她到底害不害你吗 你想做什么 陆明正 你现在给我滚下 我就把她放了 你 怎么样 哥 你别犯傻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月轻 我不是让你走吗 你也没看我 我这是在救你啊 你快放我 我找起来 陆明正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贵 还是不贵 大帅 我跟你早就已经合理了 我的生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走啊 闻言 你怎么能走 李承鄞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当然 我还知道大帅现在就想杀了我 你以为我怕吗 你 我怕了我才 确定 你 再说一遍 疯了他 陆明正 我现在不是让你再跟我谈条件 他父母已经中刀了 你再这么拖下去 他就会失去多多死在你里面 陆明正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跪还是不跪 帅 不 不 不 我看 只要你放了他 帅做什么都可以 我 你就算下跪他也不必放过我呢 陆明正 你站起来 你 你 王王 看不出来 他准在乎你的 不高兴吗 可惜啊 王王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你真的 你真的不可以的到我 我什么脸 你下去接聊了呀 闭嘴 我什么家乡 我什么家乡 陆明正 都他妈怪你陆明正 你真的就不配保护他 吴远 吴远 你可不用抓捡住住 你不能有事 不能有事 哥 吴远 吴远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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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请了医生了 医生很快就回来了 哎 你扯了 你再打这儿 医生不会来的 救我 王王 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医生 太太再这样下去 血都要流缸了 万能也快打下来了 万能 万能还是快跑吧 我知道了 你先走吧 可疯了 你一出错 离不停 怎么心疼不停 存心疼我 来 我恐怕 来 我恐怕 救我 我 我不过来的 可疯了 我恐怕 我恐怕 你还在闪 你感觉 求你 我恐怕 我恐怕 你也在此时 当然 我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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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 以后就不疼了 再以后就不疼了 滚 你 我 我 是那么长 爱与你都不重要 我 我 我 你这 他还有机会 你这 这 就是我 我走了 你这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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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会啊 我 我不是这个世上最爱你送到的 可是 我的万万 怎么 怎么是我最爱的 哥 哥 好在送来了几时 李承鄞不至于伤体太狠 没伤到要害 不过 不过什么 他的身体 总之这段时间你有空的话 就给我陪着他 我去看看孩子 等等 你也知道孩子的事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 哪怕是现在我也不赞成你认下这个孩子 毕竟李承鄞对温言 我知道你不介意 可如果你认下这个孩子 对你 对陆府 乃至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不用你说 我知道了 你下去了 你也远 真是你也远了 对吧 小姐 你怎么样啊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还好 大帅呢 大帅呢 大帅在这里是走了你三天三夜都没合眼 万一是说你快醒了他才去休息的 要我去教大帅吗 不用了 你叫他也不会来的 他是多么骄傲的人呢 最心爱的女人 最心爱的女人因为自己变成这副模样 她该怎么面对你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她是陆明正 这辈子别说让她下跪 她对她老子都没有说过一句软话 她倒不是觉得为你下跪而丢脸 而是觉得亏欠你太多 问心有愧 我没有怪过 怪没怪过 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但你现在的身上不好 最多只能回忆 你的意思是说 想让我离开她 但爱情 再说夫人对你也是用心之声呀 现在好不容易误会得这清楚 要说两夫妻之间 哪有解不开的解呀 当初听完他和李渔庆私奔 本帅真的想过让他死 只有他死了 他才不会爱上别的男人 但是你不知道 本帅年少时做过最多的梦 就是娶她回家 本帅有从什么让她死 哪就爱了 还是不问你 后来听说他出事 我这就想着 只要他还活着 什么清白什么名声 跟他的安慰比起通通不重要 可是后来 我以为他又爱上了李承宜 本帅恨了 本帅恨了为什么他可以爱上别人最初不可爱 本帅 大帅你喝醉了 用几万落只谁喝醉 对于爱心 最难见的你 我说你他做了真多好战事 他从来才知道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怀疑 我的质疑 我的专恨 才让他万极不复 可是无论如何大帅 你也要争取当下才是呀 如今时局混乱 这九四一生的事 谁用你说的 大帅怎么来了 文言 你可愿 更不让回家 大帅 清城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方一太这几日怕是要生了 老夫人让你赶紧回去 明正 你怎么又把这个女人带回来了 你还嫌她给你丢一丢的不够吗 母亲 我不希望在府里再听到任何非议了 母亲若轮不下 并可以回老宅安享晚年 她到底给你冠了什么迷魂堂 因为现在挺着大步的就快生了 你现在带着这个女人回来 你让我怎么想 本帅需要给她交代 你 大帅 她不是已经和别的男人结婚生子了吗 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有什么要这样对我 方一太 方一太怕是要生了 叫大夫 快叫大夫 你怎么样 你怎么 方一太正在那边为大帅生孩子 大帅不去看看吗 来 行吧 要喝 那可是大帅的孩子 大帅这样未免太过绝情 温宇 温宇 你就非要想不能再推出去吗 这是大帅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 那你呢 你就不能实在意高分子吗 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大帅不在了 他就让我慢 愿感的愿望 他再也不需要你 好 好 方正义不错 不发生了 那不然就继续走下去 你怎么结婚了 那条大帅是什么 你就必须打在府里 就不能算一辈子了 大帅 大帅 方一太那边出了点事 你回去看看吧 大帅 方一太那边就跪了一双腿 再加上现在产子困难 恐怕是大人跟孩子 只能保住一个了 宝大 孩子没了还能再有 人没了 我们跟方家可不好交代 大帅 你静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安危吗 怎么 连你也觉得本事冷血 先往为人父往为人夫是吗 万言没有这样说过 没错 本帅就是这样的人 今日就算他横石当场 我连一口棺材都不会与他 明正 你实在让母亲太失望了 也没无论怎么说 都是为你 为我们陆家开着散业的人 你将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带回来 我们陆家百年轻语都会在她手上了 坦然 送老夫人下去休息 是 大帅 不肖子 不肖子 这是造孽啊 大帅 闹成这样重攀清理的下场 与你有了如何好处呢 本帅的事与你无关 大帅 孩子生下来了 是 是个子 大帅 一太呢 一太知道此事 伤心欲绝 正在闹呢 孩子埋了 大人关进房中不得出门半步 他是 怎么 他做的这一切你都忘了单本帅系的 这一切都是他应该的报名 你是他的父亲 是孩子的父亲 他不是我的女人 他不是我的女人 这也不是我的孩子 我说你们这又是为了什么仇家 方医生 大帅既然那么讨厌方小姐 又为何会答应你取她进门呢 有真不知道 当然是为了去方家拿草药救你 若非如此 就凭当年方一枚设计土匪来帮走你 害你落的这般田地 大帅早把他上 为了救我 那大帅说 方小姐的孩子不是他的 那是 这种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没什么大碍我就先走了 对病人好点 别把人又起病了 喝药嘴里苦 吃点点心吧 你以前最爱吃这家了 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真相吗 那晚 他想与本帅同房 我遮住了他的眼睛 让别人来 你也觉得本帅很卑劣吧 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 但是我也 本帅只想做你一个人的丈夫 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若不是这个女人 我们又何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不会被土匪漏造 也不会遇到李成年 更不会被世人唾弃 难道 难道他就不该造死暴力了 大帅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多说无意了 你告诉我怎么过去 本帅强龄待遇这么多年 从未觉得这么委屈过 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 就是个废 他的孩子为何会是死的 你觉得是本帅动得少 大帅也真是的 小姐你都病成这样子了 也不说来看看你 不来看才好 小姐 你有何可瞒着大帅呢 我看大帅也怪可怜的 不说这些了 孩子呢 这几日啊大帅一直在亲自看孩子 听说小少爷一岁多了都还没有去里子 特意找了几位先生来请你 大叔啊让小姐您再挑选 夫人 我们放姨太小找您过去说说话 小姐别去 那个女人肚子里肯定没沸好水 姨太说了 知道您现在日子过得不开心 她有法子帮你 没想到 你真的来了 看你这身体也没几日好多 这次叫我来又是为何呀 历车人跟我说过了 你身体亏损 也没几天好活了 陆明正这个蠢祸 她还不知道吧 方姨妹 你觉得我特意来这一趟 是为何 你想让我帮你离开陆府 离开陆明正 对 对 方姨妹 你以为你赢了 想来你也不知道了 新婚当晚 你到底是与谁还 你怀的又是谁的孩子 你在胡说什么 我怀的是大帅的孩子 陆明正她嫌弃你 她宁愿要我这个破血 也不愿意碰 你绸缪一切换来 不过是与一个野男人睡一夜 滋味如何呢 红衍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你平时在万人面前 装得温顺可气 大帅还不知道吧 她要是知道了你的真面目 她会像厌恶我一样 你厌恶你 可惜啊 你等不到那一天 说清楚 我要你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要走 你说清楚 你回来 你怎么 大帅不舍得吗 这些事 马上会替你去做 你不必亲自去 陆明正 我恨她 我远比你更痛恨她 因为她我有家不能回 因为她我遇到了李承铭 被像狗一样用铁链锁了整整一年 因为她 我的孩子连光明正大的拥有一个父亲都不配 我也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王王 都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太迟了 不迟 我妈年轻 我妈还有很多年未醒过的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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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大帅 奉一太不知道什么时候 偷偷的把小少爷抱走了 在自己的院子里放一把火 火身太大了 小少爷还在里面呢大帅 你哥 什么情况啊大帅 这奉一太和小少爷都在里面呢 这火太大了 进不去呀 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别去 文艳让我去 你们几个看我不是 我是厨师我去不去啊 喂 你 大帅 你来看我了 你看看看看 这是我们的孩子 他好可爱 你这疯子 把孩子给我 大帅 你来陪陪我 我们一家人死在一起 你别救 我这辈子做到最后 我的身边就是爱上你 你又不是从今以后 你和我研究得好好在一起了吗 你做了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房子 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 行了 别担心 伤口是很深 但死不了 休战一身就好了 麻烦关医生了 对了 孩子呢 你这身体还有空担心别人呢 放心吧 孩子比你们都好 不过 王爷没死 自作孽不可活 大事身体硬了 麻烦下人照顾即可 只是你这身体 照顾好自己 我去先走了 我去送送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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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想做什么 天色已晚 你早先休息吧 文帅就先回复 你走 你的手受伤了 今晚 就在这儿歇下吧 白色的背后是黎明 文帅还是行回厨房吧 以为了爱人 小姐 嘘 别叫她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去告诉厨房 早饭等夫人醒了在上面 是大婶 还有 大婶 没有 赵副官来了 在书房等您 说是有事商议 知道了 本来属下还担心大帅您的伤势 现在看来 大帅心情不错 下来也没什么事了 别废话了 什么事 是这样的大帅 近日北边战士月霸至极 前进我们要顶不住了 咱们可得提前做什么 对 今日你先张罗两手机 清城市西南要塞 一定要守住 一旦打下来 百姓要先转眼 是 去吧 府里最近有什么事情了 没有 是大帅 听说北县战士知景 大帅只怕 又要外出征战了 小姐 您都病成这样了 要是大帅 再去上个一年半载的 回来 可就真要见不到您了 要不 咱还是和大帅说说吧 不许说 我永远不会成为他的拖累 永远 怎么到这儿了 天气冷 回去吧 清晨近日是否要开战了 有本帅在 这些事 用不着用 那大帅命人再打一副黑棺如何 做何用 生逢乱世 若真有个万一 最后也好歹有个亏宿 三日后 本上会派人将你和孩子先席送出国 但这人是平定 则借已回来 你说这些做什么呀 她说说过两日要送小姐你去国 永远也要跟着去照顾小姐 到时候我就不去了 你带着孩子一起去 为什么 听说国外的洋医生很厉害的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一国他乡 我那边还有些钱 你过几日拿去对了 到了国外 也不怕日子过不好 可是 听话 到了那边以后 会有人来接你 本帅知道你还恨我 那就先恨着 等战士结束之后 你我们再清算 此次一步 不知何时才能想起 你 再跟我说句话吧 说什么都好 大帅 往前看 对你我都好 如果发生什么 你都是本帅的人 除非 大帅 你们怎么在这里 跳出远门了 现在外头四处沾漫 我们正打算做门都出过 李公子也是吗 之前家里就安排我留养 正好这边的事情解决了 今天准备出发 没想到这么巧 李玉琴拿出来不必得严 我知道 我会照顾好温小姐的 一定不会让之前的事才发生 你放心 好 本帅该走了 我要去的地方 我会把你打开 我回来 你也回来了 不要 我去买你了 我只愿意 你死了 他已经死了 你来赶紧了 我去的小手 你这种便利 你可以 这种孩子 你要干娘来 很远 温小姐 我是新搬来的 就住隔壁那栋楼 往后大家就是邻居了 今天特意过来认认门 以便日后相互照应 怎么称呼你啊 喊我张嫂就行 谢谢 温小姐 不好了 听闻账已经打到隔壁县了 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你快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走吧 这么快 不会的 有陆帅在 他们打不进来的 陆帅是厉害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眼下陆帅已经到了吴城 和齐帅屯明一处 他们哪里顾得过来 听嫂的话 快去收拾东西 好 温小姐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事 再坚持坚持 再有一天 咱们就能走到吴城了 对 快跑 除非逼上来了 出手来了 快快快 快快快 你 你 赵总 我脚扭了 脑猴子 快跑 你先跑 吴城 我总能把你丢进的 温小姐 你先走吧 郑叔 你可以拿着这个去吴城找路上 让他来救我们 我带着他呢 往上里跑 这 他能听我的吗 去试试 也许这一次 他会来 温小姐 你认识那个大帅吗 他们一不来救我们怎么办 天天由命吧 我就说看你眼说 你是温小姐 陆帅的那个前妻 我就说怎么这么倒霉 一出门就能碰到土匪 肯定就是你招来的 你这个扫把心 破鞋 你们胡说什么 只有和温小姐有什么关系的 温小姐 不要听他们胡说 可是 你真的是 京城温家的那个温小姐吗 土匪已经追上来了 郑叔 你快走 这可怎么办 万一被他们抓住 我们一个都活不了 我快走了 我可拦不了那么久 那可不行 一个女人落在他们手里 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我们是 你们走 大帅 刚刚外面有个男人 都在车外遇见土匪 让我们出兵相救 我对了 还让我给您收来这个 收鞋了吗 马快给我走 大帅 几个土匪而已 怎么样去就行了 别废话 走 大帅 您是不是认错了东西 夫人不在这 不可能 继续找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姐 高高的 瘦瘦的 眼睛大大的 是非小姐 刚刚为了掩护我们逃跑 自己一个人去拦土匪了 就刚刚 南边南边还听到两声枪响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走 过来吧你 行啊 都学会夺枪打我兄弟了 是吧 你是不想活了吧 啊 今天 老子他妈就得好好教教你 教教你这么伺候男人 哈哈 大哥 我 天呐 老他妈今天老死 行不行 伍玥 伍玥 什么呀伍玥 你怎么撒个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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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伍玥 你怎么撒个懒子 你怎么撒个懒子 伍玥 怎么了 伍玥 我才去医院 走 大帅 孙夫人这是心脏弓的甩解啊 应该是病了许久了 这 已经是 药食无益了 怎么可能 我甩命令你羞活的 大帅 这种事情 我哪有事要半句谎言啊 大帅 我 伍玥 我才 你肯定怎么样 你用人好一点 别怪医生 他说的没错 伍玥 你早就知道了什么 为什么要瞒着我 如果我没发现 你就打算一直忙我下去吗 大帅 人这一辈子 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没事 不行 大帅 我帅 我帅马上带你去寻访民意 实在不信我们出国 我帅一定能救活你 大帅 这里马上就要开战了 你身上背负着千千万万的人的心 你不能走啊 只放下 你三种方式 保护了 也许是吧 所以我去拿手 往前看 别跑 把过夜 找到 孩子呢 大帅放心 我已经将云环和孩子送出国了 他们很安全 所以 所以你这一个月都在这儿 不曾离开过 如果不是我发现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找个角落 慢慢结束自己的生命 爷 张嫂 你怎么来了 大帅身边都是些男人 怎么好照顾你 当然我来了 那就麻烦张嫂 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瞒着大帅 他能不生气吗 你这是没把他当政府啊 我跟大帅合理的事情 全程都知道 我跟他早就不是夫妻了 一日夫妻百人 我看大帅心里是有你的 大帅 我刚给温小姐送药 你不要过来 您昨晚一夜没睡 怎么不休息休息 我不 下去 来 乖乖把药喝了 大帅还是新去休息了 这里有张嫂照顾我就行 听我 大帅怎么了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帅 警方又交起火来了 集合部队 出证 邓将军 夫人 大帅的命令 从今日起 和府商家都要听夫人的 你们务必照顾好夫人 不得有误 是 夫人 从今日起 属下会带一对人马住手在府外 无论外头发生任何事情 夫人都无需挂心 丈夫官 你不用在这守着 你应该去武城 那里才是你们军人的战场 不行 大帅吩咐了我们要一直守护在这里 我的身体好不容易瞒了他这么久 就是为了不想成为他的拖累 你去找他 告诉他 过去他为了家国百姓放弃我是正确的 如今也应当如此 我与他夫妻同为一体 当共不国呢 是 夫人放心 但是我们有一兵一组 都不让敌军踏入城市一步 你这身体 再长半年都斜天斜地了 届时明正要是回不来 你恐怕很难见得了 无妨 关医生 你尽力便好 怎么了 是前方的战士出什么问题了吗 那倒不是 只是战争一起 百姓流离 无数平民百姓都有无情者 好多人没吃没住 他们不是被战争折磨死 而是被活活饿死 府里还有些钱量 加上李家伤乐亨通 再想想办法 肯定能熬过去的 李家怎么可能会帮忙 上次李玉清的事情 明正已经彻底给李家得罪 复国极难 大伤之道 李家是百年大伤之家 想来不会因为个人恩怨 而不顾国家威亡 百姓生死的 近日让府里结衣缩食 省下来的口粮拿去镇际灾民 再织些棚 变些软草 让他们歇歇脚 好的 大粮库的粮食暂且不要动 若是有什么万亿的话 大帅那边不许能派得上用场 知道 夫人 后面来了几个伙计 抬着一口黑关到怎么帅府门口 您说这算怎么回事 是我定的 让他们歇进 夫人 今天有人送了远阳信来 你快看看是不是云环姐姐托人带来的 是云环 她给我报平安了 她说那边的医生很好 想让我也去看看 夫人 云环姐姐都这么说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去呢 眼看着你这身子骨越来越不好了 不能走 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得眼看着这片生养我的土地 好起来 现在外面暂时胶着 夫人 你不担心大帅吗 不担心 夫人 还是在怨患大帅 我怎么能不愿啊 这么冷的天 你们穿得这么单薄 怎么熬得过去啊 陆夫人正在长街那边搭建草棚 你们都过去吧 谢谢陆夫人 夫人真是心善 要不是您施州放牙 我们只怕早就落死 我早就不是陆夫人了 这都是大帅的意思 你们不遗险我 不管您怎么说 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怨 当时我们还在背后那般诋毁您 真是该死 好在您大度 不由我们计较 是啊 是我们的主 还要负能大度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那么吵 大家都听说您病了 许多人都上门送来药芳草 希望您赶紧好起来呢 我都病成这样了 如何还能好起来啊 去 替我谢谢大家 药我就不收了 若是以后 暂时吃紧 这些药 能救好多兵呢 您就是担心大帅 可您自己怎么办呢 整天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还不知道大帅何时能回来呢 夫人老夫人来了 温言 谁让你把陆家的东西全都用出去的 你已经和明争和离 早就不是我陆家的人了 凭什么动我陆家的东西 老夫人来的路上 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同胞游离失所 食不果腹吗 大帅身为一方统帅 难道会置他们于不顾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说我冷静自私吗 放肆 没什么好放肆 老夫人 大帅让你在老宅安心养老 夫人还是回去吧 明争不在这 我看谁拿你当一回事 管家 把他给我赶出去 反了你了 我可是大帅的母亲 老夫人 您就不要为难他们了 这里不会有人听你的 管家 送老夫人回去 温言 你敢 我怎么不敢 你不知道吧 除了方一梅 我最痛恨的人就是你 要不是你挑唆方一梅 千方百计的 想让她做你的儿媳妇 她又怎么会 不择手段的来害我呢 你 你 我都知道 所以 请老夫人安心的回家养老 吃斋念佛吧 以后 无论是我还是大帅 都不会听你的 老夫人 请吧 夫人 医生来给您看病吧 有劳了 也客气了 医生怎么样 只要能治好夫人的病 多好的药材我们都舍得 夫人 你这个病 说是有点尽手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心脏的话 可以试一下换心手术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方面的技术还不是太成熟 所以 目前没有人成功过 没有人成功过 那你岂不知要拿我们夫人练手 这可不行 多谢医生了 不过 有没有别的法子 哪怕能延长一些时间都好 夫人 夫人 你别急 我现在呢 给你去开药 不过 看夫人的这身体情况 应该先前都吃过类似的药 不然你的身体 很难坚持到今天 如果能找到之前的那个大夫 不许得 更稳妥一些 之前的那位医生 已经离世了 没有太可惜了 夫人 我这就去开药 夫人 你现在来这儿不妥当 会被人说闲话的 何况 李承鄞当初那样对你 你就不该来看看 如果不是他当初救了我 我早就横死山野了 他虽然伤害过 但他也确实 真真切切地想要救过我 要不是杨婉难产而死 他应该会是一个 很好的医生 诶 有人来看过杨婉了 他目前怎么有一束花 夫人 想必是这里的守牧人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嗯 刚才有人送了您一盒东西 说是受您的朋友所托 我就收下了 看看 这是之前李承鄞给我开过的药 送药的人呢 人已经走了 这会儿 怕是已经追不上了 那便算了 把药收起来吧 好的 夫人 您是不是担心李承鄞没死 怕他回来找您麻烦 不会的 我这是在作梦吗 郑哥哥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大帅 管家说 你成一刻都没有死 我不放心 你就立意赶回来 大帅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这次回来 就是想要见客告诉你 无成那边暂且保住了 但是过几日 本帅又要往东吃远 可能 准备的那盒棺材 这次要用上了 无论多久 我都会等大帅回来的 这些日子 我给我们的孩子 想了许多名字 就想着问问你 我许多年 我许多年 你也知道 我许多年 这种孩子去活着 就叫安国吧 我希望 他日长大学成归来 他能够安放心 好 接受 三月的风流 越来越秋越 越来越多风吹 在水满天 要迷走你的家 宇 多美丽 列祖列宗在上 今日我陆明征 再娶温家大小姐温炎为妻 任山水相隔 此生此世 爱意情山可见 今日温炎再嫁陆明征为妻 耳后不论生死 两星相写 共渡黄泉 一拜天地 二拜高层 夫妻对拜 礼成 时间紧迫 本帅还要连夜赶回去 不能久了 大帅放心去吧 不必担心我 等战争结束 本帅一定给你补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团队 都能做成其他阶段 你亲戚的心盟 你们 malicious 都能做成少了 机调 都是 有 在最低的穿 适当地的 访 我看要不就试试上回医生说的那个手术 听起来是胸了些 可是你一直这样耗着 也只能有尽灯孔 不妨试一试 万一真的能成的 不用了 关医生 你为我的病已经够费心的了 你若真的这样走了 踏儿明正回来 我该如何向他交代 他不会怪你的 明言 你就没有给自己留一丝希望吗 还是压根就没有原谅他 我累了 想休息了 今日还是没有大帅的消息吗 没有 不过听说那边的战士才累得很 十万兵出 不知几人能回呢 夫人 夫人 今日还是没有大帅的消息吗 快了快了 大帅肯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夫人你再等等 一定能等到大帅回来的 真的能等到吗 一定能等到的 夫人 夫人 才会有消息传回来了 说是大帅弹箭两绝 父辈受敌 并且大帅在突围的时候 深受了重伤 恐怕 他会赢的 他是往来不败的少年统帅 每一次 他都能改选而归的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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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菱 你怎么了 真哥哥 风筝挂在树上 取不下来 摔了 我疼 你怎么这么笨 等我来帮你娶不就好了 那你又该说我笨了 笨一点没事啊 反正我会照顾你的 对了 我娘亲说 爹爹要给我定亲了 什么 谁 当然是你了 真哥哥 你会娶我的对吧 我娘亲说了 女子在这世道不易 如果要嫁呢 就要嫁一个一生一世 对我一个人好的男子 温言 你要记住 结婚是男人主动提出的 你修不修 那我腿受伤了 我要抱 那你要记住了 以后危险的事情 都是让我来做 温言你怎么了 真哥哥 我爹爹说 你要出国 好多好多年才能回来 傻 学成过人 我一定回来娶你 那你能不能不走啊 温言 列强才是国土 家国有难 我身为男儿 守土为国 当仁不让 以我当一心 宽福国土 方能一世厮守 我明白了 真哥哥 你去吧 我会等你的 我宁言绝不会拖累你的 等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回来 好 大帅 终于凯香归来了 我们呀 他总算是可以放下心了 可惜 大帅回来 就再也看不到夫人了 别哭了呀 这大帅回来 这是喜事 高高兴兴的嘛 这夫人 没弄想想交代光 这是喜事 都拌的热表闹闹的不好吗 你个个都哭着个脸 哎 来了来了 大帅来了 哎 快 回来了 快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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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山没有誓言 带你回来娶夫人了 交换一切失落 我故意了 我故意了 明天之后 总有 居民的清空 一块一块 如果我们只静传的 结局依然不断 我才能 这些计划 也有些计划